我們補充一下這個遙控器的所謂的事件 按鍵的這個事件 老師你看一下這裡 點擊,你會發現裡面有三個 請問這三個有什麼不一樣 放開沒有問題 大家都放得很開 但是點擊跟按下哪裡不一樣 對,所以他都少寫兩個字 一個叫按下 點擊就是按下後放開 這樣子才開始做動作 按下是指按下不放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比如說我按下的時候 你看我做一顆按鈕 好,做一顆按鈕 當我按下紅色這一顆 我把按下紅色這一顆 就開燈 但是呢,當我放開紅色這一顆 我放開紅色這一顆 把色圍放開 有沒有就關燈 這樣也可以 那第二個呢 這樣就同一顆按鈕 是不是有兩個動作 你就可以用 好,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如果老師有一些積木 你不用了 你養成一個習慣 盡量不要丟在旁邊 Squish可以這樣子 但是Block裡呢 這樣其實才會產生層次 你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真的把它丟掉 好,丟到垃圾桶 這是一個方式 第二種呢,如果你覺得 欸,我寫好了 但是我等一下要用啊 你可以按右鍵不放 有沒有叫停用積木 我就可以把這個積木先停用 好,當然你要接在裡面 停用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好,就是這樣可以確保 它不會產生層次嘛 OK 好,所以這個我們是要補充一下 那這個事件呢 你就可以也可以試看看 這樣的方式來做 拜拜